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同概述 合同就是一个协议 而作为合同这个协议它是什么呢 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 那就意味着合同所引起的后果是债权债务关系 那也就意味着收养协议 结婚也是一个协议嘛 这些在咱们明法上不叫合同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明确了以后呢 我们就说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所定义的 以设立产生变更终止 债权债务关系 为内容的双方法律行为或多方法律行为协议 这意味着呢 以下情况不是合同 要看明白 一是单方法律行为 定义遗嘱使行政权 抛弃权利 不是合同 第二呢 误权法律行为 动产向你交付 不动产向你登记 意味着我跟你说 他归你了 你说好 这个呢 是误权协议 这个呢 不叫合同 再往下呢 身份法律行为 比如说结婚 比如说收养 这些呢 不是合同 再往下呢 好意识会 前面讲了 好意识会的约定 没有法律意义 不是合同 这些不是合同的情况 心里面要有数 考到了以后 下来哪些是我国民法上 所讲的合同 这些一概不选 好 第二个问题 悬赏广告的性质 概念和性质 这个悬赏广告 含义很简单吧 比如说我的钱包丢了 对吧 我发出赵令启示 谁把我钱包捡回来 我给他一笔钱 可见 悬赏广告是 谁完成我所指定的行为 我支付赏金 这叫做悬赏广告 那么 关于悬赏广告 以下三点 两个线索往下穿 那就是 是什么 不是什么 都要回 第一句 悬赏广告 是单方云诺 而不是要约 明白了吧 单方云诺 而不是要约 意味着 往下再走 他完成 广告所指定的行为 是事实行为 而非承诺 看你说了吧 那么 再往下走 那就是 这就意味着 既然他完成 广告指定行为的性质 是个事实行为 那么就不要求行为能力了 不要求行为能力 那也就意味着 哪怕他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他把那个广告所指定的行为 给完成了 他同样有权请求广告人 支付赏金 这么一个关系 看行 那这个明确以后呢 看这个例证 说 贾的手机丢了 贾发出广告 云诺 谁把我的手机捡到送回来 我给他一千块钱 现在呢 八岁得已 把手机捡到了 给贾送回去了 那么问 贾能不能以 以示限制行为能力人 为由 拒绝支付 我筹新 回答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 悬赏广告 看成是一个要约 那么 以减回来的行为 就是个承诺 既然是个承诺 是个法律行为 就要求行为能力 但问题是 我们 不这么看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把悬赏广告 看成是一个单方 云诺 那么 以减回手机的行为 就是个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 就不要求行为能力 因此呢 八岁得以 把手机还回来了 也有权 要赏金 就这个样子 对吧 好 那么 第三个问题 就是 无名合同效力和法律 适用 啥叫个无名合同 无名合同就是 这个合同的内容 似不像 似不像是个什么样子 那就是说 这个合同的内容 和咱们 法律当中 已经规定的合同类型 每一个都不像 叫似不像 对吧 那么往下 咱们民法里面 有一个合同自由原则 意味着 人家当时人之间 就定了一个 似不像的合同 但这个似不像的合同 并不存在 咱们法律所规定的 合同无效 或者效率瑕疵的行刑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不能说 一个合同似不像 它就无效啊 不可以 一个似不像的无名合同 依然是有效的 这看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这个明确了以后 那么注意两点 对吧 要说一下了 第一点 要注意的是 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讲 法考当中 民法这儿 有一个考法 就是让你判断 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是个啥法律关系 明白了吧 那么如果你看到 他们这样的法律关系 是个四不像 那你就答 这是个无名合同 看清楚了吧 以前考过这么一道题 大家来听一下 这个法律关系 他们的合同 这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咱俩两家公司 达成一个合同 约定 我们给你们一笔钱 这笔钱给你们 让你们干什么呢 让你们开发一个技术 是不是看起来 像是一个 委托开发合同啊 但还没有完 钱给你们 你们给咱开发一个技术 你们把技术开发好了以后呢 把这个技术 再制造成一个产品 制造成产品以后 咱们再签一个 关于这个产品的买卖合同 我再给你一笔钱 我买你的产品 这看明白了吧 那么由此 那你看 这个合同 是一个委托开发合同吗 不是了 委托开发合同是 我们把钱给你 你把技术搞出来以后 把技术给我们就完事了 但是这不是的 我们把钱给你以后 你把技术开发出来造成产品 我们再去买 看明白了吧 那你说 这个合同 他现在还没有达成买卖合同的吗 他不是买卖 对吧 又不是技术开发 那还不是成了 成了是 你完成工作以后 钱给你们 你完成工作交付成果 把东西直接给我们就完了 这个我们要去买 看到了吧 既不是委托开发 又不是买卖 又不是成了 你说这是个啥 老天爷 这是个无名合同 看清楚了吧 敢不敢答无名合同 敢答 哎 这是要明确说的 对吧 无名合同 四不像 四不像就四不像 哎 就答无名合同 要敢答 那么第二点 无名合同的法律使用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无名合同 不会因为它的四不像 而无效 那就意味着 民法 要对无名合同 加以调整的吗 那么民法对无名合同 加以调整 民法又没有直接的 与之相对应的规定 那么怎么调整呢 两句话 第一句 你说无名合同 是合同不 无名合同也是合同吗 既然也是合同 能不能使用民法 关于合同的一般的原理 一般的规则 来加以调整啊 可以的 就是可以使用 合同法总则里面的 关于合同的一般规法 那么其次 无名合同 虽然 这在各有名合同的 对照之下 它是个四不像 但有没有可能存在着 与之最相类似的 有名合同啊 有可能 对吧 如果存在着 与之最相类似的 有名合同的话 那么可以准用 这个最相类似的 有名合同中的 民法规定 所以说 无名合同的 法律调整 几句话 两句 合同法总则 一般规定 最相类似 有名合同的规定 好 那么 这个明确以后 这道题 我们先不要做 哎 考过一个案情 你听一下 什么案情呢 就是咱俩达成一个协议 约定呢 我住你的房 白住吗 不白住 给钱吗 但不给钱 怎么办呢 我给你女儿 交钢琴 开明白了吧 我通过 给女儿 交钢琴 作为对价 我住你的房 就这么个事 是租赁不 不是 租赁是 给钱 给租金 向租赁不 向 这是个啥合同 哦 这是个无名合同 法律怎么适用 首先适用 合同法总则 一般规定 其次 能不能比照 适用租赁合同的规定啊 可以的 看明白了吧 就这么个概念 往下做题 说加以达成协议 约定呢 假的手机 予以予以的电脑 相互交换 哎 这是说 我的手机 你的电脑 所有权相互交换 好 那么第一问 这是个什么合同 这个合同俗称互换 是不是 咱们民法上 有没有互换合同 这种合同类型啊 没有这种类型 所以呢 这个互换合同 属于一种 无名合同 看到了吧 哎 它是无名合同 往下 作为一个无名合同 效率如何 这是个四不相的合同 但是 手机和电脑的互换 违法不 有没有任何的导致 法律行为 效率瑕疵的问题 回答 没有这个问题 因此上的话 它依然是 有效的 看到了吧 好 那么第二点 那法律怎么试用 首先 能不能试用 合同法总则 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则 回答 是可以的 其次 这个手机和电脑 所有权的互换 是不是最接近于买卖 能不能试用 这个买卖合同中 民法的具体规定 是可以比较试用的 好 那再往下 第四个问题 就是利他合同 发力关系 利他合同 这个概念 要和另外一个概念 相对应 与利他合同 相对应的 叫个数级合同 书上已经写了 对吧 与利他合同 相对应的 叫数级合同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最常看到的 合同类型 就是数级合同 数级合同 很常见 我和你定合同 引起的 我这一方的权利义务 权利我享有 义务我承担 就是个数级合同 最常见 利他合同是什么 利他合同是 我跟你签合同 我这一方 会引起权利和义务 我这一方面的义务 我承担 我这一方的权利 根据咱俩的约定 设定给第三人 看明白了吧 就是说 把合同当事人 一方 本应享有的权利 设定给第三人 这叫做利他合同 最简单的例子 你体会一下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水杯子 卖给你 价格是十块钱 那么我作为卖方 我的义务是什么 给你交水杯子 交货 我的权利是什么 问你要钱 然后根据咱俩的约定 我把水杯子 卖给你十块钱 然后呢 给你交货的义务 我来承担 而问你要钱的债权 咱俩设定给第三人 设定给第四 看不看呀 这样一来 咱俩的这个合同 就叫个利他合同 看你说了吧 利他合同是 把一方的债权 设定给第三人的合同 那么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最为常见的利他合同 就是人寿保险合同里面的 受益人 有印象没有 你看 甲根以保险公司 定保险合同 人寿保险合同 那么 甲作为投保人 那你说 甲得义务是什么 交保费 甲得权利是什么 出了保险事故以后 问保险公司要钱 看明白了吧 而这个保险合同 约定 如果出了保险事故以后 由一个第三人 收益人 去问保险公司要钱 只有是一个典型的利他合同 好 那么这个明确以后 关于利他合同 以下几点 要把握 第一点 就是在这个利他合同里面 被设定了债权的第三人 闹筋急转弯 他的地位是什么 废话 债权设定给他了吗 难道他不是债权人吗 他当然是债权人 对吧 那既然他是债权人 他就先有债权人的一切地位 那就意味着 首先能不能追究对方 要求对方履行债务 可以 其次 对方债务履行不恰当 或者不履行 能不能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可以的 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既然 该方是债权人 那么 对方 如果享有抗辩权的 能不能向该 就第三人进行抗辩 可以的 对吧 那么第三点 就是 为第三人 设定 权力 这个事儿 不需要第三人的 同意 甚至 他不知道 都不影响他被设定权力 哎 在我们 就在我 像你们这么大 哎 很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那个时候 电视上的那个 狗血剧 不是假喜欢 以血喜欢病 不是这样子的 狗血剧是什么呢 是那种 这个命运的啊 这个跌宕起伏 对吧 哎 他说 有一个年轻人 这个他 高中毕业以后 考大学 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 就在社会上 又找不着工作 在社会上 胡混 对吧 哎 这个 过得招不保息 哎 结果忽然有一天 一个西装 革履的律师 来找他了 哎 告诉他一件事情 说 他远在美国的 一个远房的亲戚 他都没有听说过 对吧 哎 这个远房亲戚 竟然还知道他 对吧 这个远房亲戚呢 无儿 无女 在保险公司 买了一笔 巨额的人寿保险 甚至 并且 把他 指定为收益人 看清楚了吧 哎 惊讶不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那个远房的亲戚 还给死了 那你说 这个事 他知道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 影响不影响 他取得这笔收益 回答 不影响 有感觉了吧 因此上呢 利他合同 为第三人设定债权 需要给第三人同意吗 不需要 因为不会对他产生不利吗 那再往下 第四点 但是 第三人 能不能拒绝 享有债权 回答 可以的 那第三人拒绝是啥意思 是 你俩把债权 设定给我 我不要 还是 你俩把债权 设定给我 我要 然后我表示 我放弃我的债权 是哪一个 是不接受 不接受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不愿意接受你的债权 谈不上 接受以后放弃 明白了吧 我不接受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这个 该债权 消灭不消灭 该债权不消灭 原来 加以约定 把你的债权 设定给并 现在人家并不需要 那么 设定给并的债权 回归于 看清楚了吧 利他合同 回归为 数级合同 这看清楚了吧 那么 倘若是 这个 假以把 你的债权 设定给并 并向 假表示 我免除你的债务 我放弃你的债权 这个 叫不叫 拒绝 接受债权 不叫 这个是什么呢 他接受债权了 然后他放弃 在后一种情况下 债权会消灭 开心 说了吧 我们现在讲的是 他拒绝接受 那就谈不上 下一步的放弃了 好 那么 这个例证 咱们来看一下 他说 假以定立买卖合同 约定 假以十万元的价格 买以的汽车 假向以交车 假问要钱 这个 假先付款 以后交车 且 请求以交付汽车的债权 有并享有 那就意味着 这个 假把 这个问以 要车的债权 设定给了并 这叫做利他合同 第一问 这合同 是个什么合同 回答 这个合同中 假把自己的债权 设定给了第三人 通过和假以的约定 设定给了第三人 这叫做利他合同 那么第二 如果以 没有如约 向丙交付汽车 第一问 谁有权追究 以得违约责任 回答 当然是丙 因为丙 想有 问以要车的债权 丙是债权人 债权不能实现的时候 能不能追究 债文的违约责任 当然可以 那么 第二 如果以 未如约 交付汽车的原因 是由于 假未如约 支付价款 言下之意 一 想有不想有 双五合同 抗面权啊 相有的 那么 这个假没有给予交付价款 你能不能以此为由 拒绝对柄 交付汽车 回答 可以 利他合同中 摘五人 对对方当事人的 抗面权 可以向第三方 主张 那再往下 第三 如果 丙 拒绝 接受该债权 那就意味着 你俩给我设定的 要设债权 对不起 我不接受 如果不接受 问 已 还要不要承担 交车的债务了 回答 当然要承担 只不过是 丙不接受而已 有没有人放弃这个债权啊 没有的 债权 回归于假 那就意味着 此时 假有权 问丙要车 问乙要车 已有权 向假 交付汽车 此时 利他合同 回归为 数据合同 哎 好 那么 再往下 合同的成立问题 咱们就进入到了本体部分 就是要约和承诺 哎 首先 要约 要约 那就是 一方 向另一方发出的 想和对方 丁立合同的建议 我想把这个水平子 十块钱 卖给你 要不 就是一个 要约 对吧 那么第一个点 要约的对象 在我国民法上 要约的对象称为受要约人 受要约人 可以是特定的人 也可以是不特定的人 向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 那这个很好理解吗 家公司 给一公司发出一个要约函 是不是 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心里面要有数 哎 比如说 这个商场里面的货物 标价陈列 就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标价陈列的电子版 自动收货机 就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以及出租汽车 在路上行驶 无人的牌子 哎 翻起来 又比如 一个公共 这个服务机构 他开门营业的状态 这些呢 都是向不特定人 发出的要约 看到了吧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二点 要约这儿有一个对比 要约和要约邀请 要约的含义 我想和你签合同 给你发一个建议 要约邀请是 我吸引你 哎 我诱惑你 让你来向我发出要约 这看明白了吧 哎 在民法上先定个性 要约是民事法律行为 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而要约邀请 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要约邀请 没有法律约束力 那么于是 问题转化成 我们如何来区分 一个表达 是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呢 首先 原则性区分 两点把握 一看 内容是否明确具体 内容明确具体者 为要约 内容不明确具体 则为要约邀请 这句话 这样来理解 就是 在民法看来 一个订立合同的阶段 哎 他肯定是 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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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成交 这么一个过程 是不是啊 而这个过程呢 在民法当中 被 界定为 要约和承诺 两大阶段 我 讨价 要约 你还价 再要约 我再 还 还价 再要约 你再要约 最后 达成一个承诺 哎 最终一方说 同意 可以 那么合同成立 由此 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 合同的条款 合同的内容 是由 要约方提供的 看明白了吧 哎 我对你发出要约 我的要约里面 应当包含着 咱们这个合同里面 应有尽有的条款 而对于 受要约人来讲 如果他接受这个要约 他只要说一个字 就会构成承诺 好 开心出来吧 因此上 你要构成一个要约 你要不要包含 一个合同当中 应当具备的条款 要的 所以说 合同条款 是由要约方提供的 一个表达 如果包含了合同的 主要条款 我们就说明确具体 它是什么呢 要约 否则是要约要紧 这个基本判断 搞清楚了以后 往下 在做题 在适用法律的时候 要有这么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一方对另一方的表达 内容算不算明确具体 要看相对于这个交易而言 明白了吧 一个比较简单的交易 明确具体的标准 也就比较简单 一个比较复杂的交易 明确具体的标准 相应的也就会比较复杂 那么看这个例证 水果店的老板 对于表示 不要着急 老板在水果店 他在卖水果 这个交易简单不简单 简单的 对吧 老板说 水果便宜 要不 明确具体不 当然不明确具体 你的店里面这么多的水果 你说水果便宜 是哪一种水果便宜 你光说便宜 便宜的程度是什么 每个人的尺度都不一样 你说便宜是个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 不要钱才算便宜 要以分钱都是贵 看明白了吧 好 那么此时 贾德行为不明确不具体 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 看到了吧 那么第二点 贾德给你说 苹果一块钱一斤 要不 对于一个水果商店 卖西瓜的行为来讲 他说西瓜 就这种西瓜 一块钱一斤 明确具体不 当然明确具体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老板的这个表示 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回答他是要约 有感觉了吧 好 那么再往下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第二个区别 就是看那个做出表达者 有没有同时表示 我不接受我这个表达的约束 因为在民法中 一般是你做出表达 你就该接受他的约束 除非你说我不接受我的表达 看明白了吧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这个表达者 他做出的表示 看起来明确具体 但他同时说 我不接受我的表达 依然为要约邀请 只有当明确具体 且没有表示 我不接受约束 才为什么呢 要约 看清楚了吧 比如说 这个 我给你 这个 发一个我们的资料 哎 这个资料呢 对于我们的商品 哎 他的这各种信息 有很详尽的描述 哎 交易的方式 交易的价格 交易的条件等等 都说的很清楚 内容 无疑是明确具体的 但是呢 这个材料的最后 哎 用很小的字体 写了一句话 什么呢 以上材料仅供参考 具体交易 请到柜台面谈 哦 有这么一句话 那就意味着 这个材料的 很详尽的表达 人家材料的制作者 人家接受不接受约束啊 人家不接受约束 这个材料是什么 要约要紧 这看明白了吧 哎 那么 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哎 我说一下 这个 我的一个经历 那就是 看那个样板房 我跟你说 没事干 哎 最近有疫情 又没有 其他地方去旅游 有一个很好的娱乐项目 就是 看样板房 爱买不买 就看一看 爽心悦目 是不是啊 哎 样板房 是要约 还是要约要紧 样板 样板房就是 我要把房卖给你 这个房的装修 就是这个样子 看清楚了吧 哎 他 可以构成一个要约 进了样板房以后 你看 地是什么地 数的清准数数 墙是什么墙 数的清准数数 对吧 看起来明确具体 是不是就是一个啊 这个要约啊 但是 样板房里面 有家具美 开玩笑 样板房里面 有非常漂亮的家具 对吧 有沙发 有柜子 有床 等等 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那些 沙发 柜子 床的上面 都贴了一个标签 什么标签呢 实际房屋 并无此物 看清楚了吧 当然了 人家把房买给你 人家又不是卖家具 哎 房 按照这个规格来装修 你可以看一看 家具 是为了衬托装修效果的 实际的房屋里面 没有这个家具 那么 这个家具 这些摆设 也是一个表达吗 这个表达 这个表达者 开发商 愿不愿意 接受约束啊 不愿意 看明白了吧 因此上 这些 这个家具等等 就不再是要约了 而是要约 要请 他表示我不接受约束 太清楚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以后 那么逻辑再往下 在我国民法当中 规定了以下几种 法定的要约邀请的形式 法定呢 就意味着 一旦看到这些东西 想都不想 直接判断 这是要约邀请 哎 第一 寄送的价目表 我给你寄了一封信 寄送 你打开一看 是一个价目表 哎 这就是法定的 要约要请 这个 他的关键不在于 这是个价目表 而在于什么呢 寄送两个字 对吧 好 那么第二点呢 拍卖公告 第三点 招标公告 第四点 招股说明书 债券募集说明书 这个基金招募说明书 这些 是一个广而告知 广而告知什么呢 告诉大家 我要拍卖了 我要招标了 我要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发行基金了 你们都来关注 必要的时候 你们都来买 看明白了吧 哎 这些呢 是法定的 要约要紧 好 那这个 明确了以后 先暂停一下 在这儿 说一个考试 做题的思路 什么呢 我们费这么大的劲 我们区分 这是个要约 还是个要约 邀请 对于做题 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首先是静态的意义 对吧 他让你判断 以下哪些是要约 哪些是要约 邀请 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作为推理的基础 那就是在这个民法合同成立 要约承诺这个问题上 存在着一个一环扣一环的思维方式 啥叫一环扣一环啊 那就是假做出一个表达 如果我们认定假的表达是一个要约邀请 以对假表达的正面回馈 才是一个要约 然后假再对以要约的正面回馈 才是一个承诺 简称 你要约邀请 你是要邀请 我就是要约 然后你才是承诺 看到了吧 反之 如果假的表达 我们把它界定为 这是一个要约 那么以的正面回馈 它就是一个承诺 看清楚了吧 所以说要约邀请 要约承诺 一步跟着一步 一环扣着一环 这么一个思维 这看清楚了吧 这个看清楚以后 在以前考过一道题 考过一个什么题呢 他就说 问以下哪些行为是意思表示 其中一个选项 说理事往自动收货机里面投币买饮料 就这么一句话 你说 这是不是 是不是个意思表示 这就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思维 第一步 自动收货机 刚才讲了 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既然自动收货机是一个要约 那么理事往里面投币购买 就是一个正面回馈 明白了吧 往里面投币购买 理事就是一个承诺 承诺是个意思表示 会分析了吧 一步扣着一步 你是要约 我就是承诺 你是要邀请 我才是要约 搞清楚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了以后 再往下 第三点 商业广告的性质 这是要约邀请和要约区分里面的一个特殊问题 因为商业广告跨两头 商业广告啊 它既可以是一个要约 也可以是一个要约邀请 开清楚了吧 所以说 对于商业广告来讲 这个到底是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 要谨慎对待 判断的方式呢 就是刚才讲的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原则区分 一看 这个商业广告 内容是否明确具体 二看 广告人 有没有表达 他不愿意接受广告的约束 看到了吧 好 那么这个明确以后 往下再走 进入第二层 那既然商业广告跨两头 那商业广告 有没有可能构成要约啊 有可能 一个商业广告 内容明确具体 写广告的发布者 没有表达 不愿意接受约束 这个商业广告 就是一个要约 构成要约了 怎么着 捅破一层窗户纸 构成要约的商业广告 性指示 画出来 格式条款 哎 格式条款四个字 画出来 性指示 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怎么了 后面就要讲 我国民法上 我国民法上 格式条款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效力 八个字 写到下面 公开就算 爱看不看 写上 公开就算 爱看不看 那句话怎么说 你品 你细品 这八个字 意味着什么 这八个字 意味着 只要商家 发布了商业广告 构成要约了 只要你和这个商家 定了这个合同 不管他的商业广告 你当时看到没看到 也不管你们在合同里面 有没有重申 这个商业广告的内容 怎么着 这个商业广告的内容 自然而然 构成你们合同的组成部分 这看明白了吧 公开就算 爱看不看 好 那这个明确了以后 就是第一点吧 受邀约人 就是你了 一旦和广告的发布者 定立了这个广告 内容所覆盖的这个合同 广告内容 自动的就成为 你们合同的组成部分 这个判断 问不问 你和商家订合同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 不问 问不问 你们在合同里面 有没有重申 广告的内容 不问 广告内容 自动构成了合同条款 看到了吧 这意味着 往下顺 两点嘛 第一点 就是第二 就是第二了 对吧 这个商家 如果没有 没有践行 广告中的陨落 将在这个合同里面 对你构成 违约 构成违约怎么了 你能不能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可以 如果符合了合同解除的条件 你能不能解除合同啊 也可以 看到了吧 那么再往下 还意味着 这个广告的发布者 这个商家 如果他敢发布虚假广告 因为这个广告内容构成合同的条款了 那就是合同条款上的欺诈 开发商构成 这个商家构成欺诈 商家既然构成欺诈 那么你还可以撤销这个合同 并追究商家的缔约过失责任 过错赔偿责任 看到了吧 好 那么这个明确了以后 下面这道题 咱们来做一下 说 开发商架 在广告中说 咱们这个小区有百科百年大树 这个小区就叫个双百小区 哎 以很注重居住的绿化环境 就买了这个房 入住以后呢 发现这个大树并不存在 那么第一问 以能不能解除跟开发商的合同 回答 可以 因为开发商 允诺了百科百年大树 这百科百年大树 已经构成了开发商合一之间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条款 然后呢 开发商没有做到构成违约 而且这个违约一旦发生不可挽回 因此上构成根本违约 也可以解除该合同 并且可以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 那么第二点 以能不能撤销该合同 回答同样可以 因为开发商所表达的百科百年大树构成 开发商合一之间买卖合同的一项组成部分 那么开发商在这个条款上进行这个欺骗 构成了欺诈 既然构成了欺诈 可以肃清法院或者通过仲裁撤销这个合同 一旦撤销 可以追究开发商的缔约过失责任 就是合同无效后的过错赔偿责任 看到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了之后 往下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要约的生效 要约的生效含义就是 要约人应当接受他所做出要约的约束力 这又叫做要约的生效 一句话说到做到说话算数 好 那么往下 要约什么时候生效呢 在这个点上等于是重复 前面我们讲明法总字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意思表示的生效方式 对吧 不同意思表示 不同生效方式 而要约就是一个意思表示 因此它的生效方式 跟明法总字的规定是相对应的 第一 以对话方式做出的要约 典型医症口头 对吧 对话方式 做出的要约 何时生效呢 了解主意 对方听到了生效 还是听懂了生效 听懂了生效 那么第二 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要约 比如说书面 采取到达主意 那就是说到了就算数 你爱看到没看到 你爱看懂没看懂 再往下 再往下 向标价陈列 自动售货机 商业广告 这种 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猜取的是什么呢 做出主意 做出原则 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意思表示做出来 它就生效了 对吧 好 那么再往下 由要约的生效方式往下顺 就顺述了第四个问题 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对吧 那么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先把概念说一下 所谓要约的撤回 指的是阻止要约生效 听懂了没有 一言即出 四马可追否 回答 在可以撤回的情况下 四马可追 撤回的时候 要约生效没 没有生效 还快生效的时候 我把它揪回来了 明白了吧 要约的撤销 则是要约已经生效了 我消灭这个已经生效的要约 这就是撤回和撤销的区别 好 那么这个明确了以后 在我国民法上 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不对称观念 就是在我国民法上 要约的生效方式 规定了三种 对话方式 非对话方式 向不特定人做出的要约 是不是 了解主义 到达主义 做出主义 规定了三种 但是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只是就其中的第二种 以非对话方式 所做出的意思表示 那个到达主义 规定了撤回和撤销的问题 开心说了吧 所以说意思表示要约的生效 民法规定了三种情况 而意思表示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只规定了一种情况 就是对于这个非对话方式做出的要约 反过来讲 那就是对话方式做出的要约 以及向不特定人做出的要约 何时如何撤回 如何撤销 民法典没规定 没规定不用去管它 你们又不是研究生 不需要做论文 没规定 那就不考 不用去管它 只关注 这个非对话方式 比如说书面方式 做出的要约 如何撤回 如何撤销 看到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了以后 那么 关于要约的撤回 非对话方式 要约的撤回 咱们这么来理解 自先不念 一句话先写上 先到同时到为撤回 口诀先写上 先到同时到为撤回 非对话方式的要约 你把它想象成一封信 可不可以啊 今天上午 我给你发了一封信 一封要约函 内容明确具体 想跟你签合同 这封信已经寄走了 这封信现在生效了没有 没有生效 到达你是才生效 没问题吧 好 上午把信寄走了 到了中午 哎 我反悔了 我觉得 我又不想和你 做这个交易了 中午呢 我又赶紧给你寄了 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是怎么说的 上午的那一封邀约函 作废 看明白了吧 哎 只有当这第二封信 先于第一封信 到达你 或者至少 与第一封信 同时到达你 这第二封信 才构成要约的撤回 看清楚了吧 好 因为第二封信 如果先到达的时候 意味着撤回生效时 要约还没有到达吗 还没有生效吗 所以是撤回 明白了吧 同时到达 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 所以他的规则 所以他的规则 你把要约和要约撤回 理解为要约人先后做出的两个意思表示 对吧 第二点 由于要约撤回需要以要约未生效为前提吗 它是阻止要约生效嘛 所以呢 撤回意思表示 应当先于要约到达对方当事人 或者呢 于要约同时到达对方当事人 这看明白了吧 好 先到同时到为撤回 那么再往下 在第二封信 先于第一封信 或者与第一封信 同时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时候 构成了要约的撤回 没问题 能撤回不 回答肯定可以撤回 只要是先到或同时到 那个要约一定会撤回 它的效力发生 一定会被阻止 没有例外 好 那么比较 第二点 要约的撤销 要约的撤销 是阻止要约生效 还是消灭要约的效力 是消灭要约的效力 看明白了吧 那么消灭要约的效力 那么往下 大家体会 一个要约被撤销了 言下之意 这个要约在被撤销之前 它生效了没有 哦 它生效了 没有生效 怎么消灭效力 开明白了吧 哎 好 那么依然是 在我国民法上 要约的撤销 它所规定的是什么呢 是针对非对话方式的要约 比如说书面要约的撤销而言的 那么对于一个书面的要约而言 要约怎么来撤销呢 哎 这个规则是写到后面 后到为撤销 写上 哎 后到为撤销 这样一来呢 要约的撤销 要约的撤回 它的口诀就完整了 先到同时到为撤回 后到为撤销 看明白了吧 好 后到为撤销 那就意味着 今天上午 我给你发了一封要约函 今天中午 我反悔了 我又给你发了一封信 说要约不算数 看明白了吧 然后的话 两封信都发出去了 一线一后 二 第二封信 如果晚于第一封信 到达对方 那就意味着 等第二封信到达的时候 第一封信已经到达了 要约已经生效了 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 这第二封信 它还能不能构成 刚才讲的要约的撤回了 不能了 只能构成要约的撤销 因此后到为撤销 这看清楚了吧 好 所以括号一和二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要约与要约撤销 是受要约人 先后做出的两个意思表示 和刚才的撤回逻辑是一样的 上午发出要约 中午 翻回了 写一封信 要约不算数 那么第二 由于要约的撤销 需要以要约已经生效为前提 那也就意味着 等你撤销的时候 要约已经生效了 要约已经到了 是不是 因此上 要约的撤销 需要以 这个撤销意思表示 晚于要约 到达对方 当时 这看清楚了吧 好 先暂停一下 咱们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那就是要约的撤回 要约的撤销 它有相同之处 都是要约不算数 明白了吧 而这个要约不算数的意思表示 到底构成撤销 还是撤回呢 就看这个要约不算数的意思表示 和要约到达对方当时的时间关系 先到同时到尾撤回 后到尾撤销 这看清楚了吧 那么这个明确了以后 我举个例子 把问题推向极端 比如说 我今天早上 我给你发了一封要约函 今天中午 我反悔了 我给你发了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明确说 我撤销 第一封信 要约函的效率 第二封信里面 有没有明确用撤销这两个字啊 是有的 那么现在 第二封信发出去以后 结果第二封信 却比第一封信先到达你了 太明白了吧 这第二封信 写着撤销这两个字的第二封信 性指是什么 撤销还是撤回 回答 依然是撤回 这看清楚了吧 所以说 无论是撤销还是撤回 在一丝表示的内容上 其实没有区别 都是要约不算数 那到底是撤回 还是撤回 就看到达的先后 明白了吧 好 这个明确以后 那么再往下进入第三层 那么在后到情况下 为要约的撤销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要约可以被撤销吗 回答原则上当然可以 但是呢 就有例外了 哎 例外是什么 以下四种情况 要约不得撤销 第一种情况 在撤销意思表示 到达受要约人之前 受要约人已经划出来 做出承诺 那就是说 这个你的吃要寒 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对方已经做出承诺了 现在你就不能再撤销了 第二呢 要约人在要约中 明示不得撤销 哎 那就意味着 要约人在要约海里面 明确说了 我放弃吃要权 这个要约 你放心 是不可能被我撤销的 那么既然放弃吃要权了 说话算话 第三呢 要约人在要约中 明确规定了撤销 这承诺期间 明确规定承诺期间 那就是说 这个 我给你发一个要约函 信中说 别着急 你把我的条件看清楚以后 你好好考虑 我等你三个月的时间 等你答复 那么留给对方三个月的时间了 咽下之意就是 这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撤销不撤销 不会撤销 那么再往下呢 要约人有理由认为 有理由认为 画出来 这叫做主观标准 哎 有理由认为 要约不可撤销 并已经做了 做了再画出来 写上客观标准 已经做了 履约准备工作 那就意味着 比如说 咱们双方 哎 长期的业务伙伴 有交易的习惯存在的 对吧 每次都是 我们给你们这么做一个 要约 哎 你们就开始履约准备 然后履约 我们就接受 是不是啊 哎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子 因此 这次 我们又一如一如既往 给你发出了一个 要约 你能不能给予以前的习惯 相信 这次的要约 也是不会被撤销吧 当然可以 而且你们也做了 履约的准备工作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能撤销吗 不可以撤销了 好 那这个明确了 之后 咱们在这儿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来 那就是 要约不算数的意思表示 如果先到于对方 或者与要约同时到为撤回 先到同时到的情况下 这个要约是肯定可以撤回的 没有例外 哪怕这个要约当中 对吧 哎 这个记载了不得撤销 记载了承诺期限 要约依然可以被撤回 看清楚了吧 哎 相应的 如果要约不算数的意思表示 晚于要约到达对方当时 走的是撤销之路了 能不能撤销 则未必了 走撤回是一定能撤回的 走撤销 走未必能撤销了 要受到以下 就是刚才讲的这四种情况的限制 这还明白了吧 哎 那么这个原理 咱们把道理讲一下 你好背 你把要约看出 看成是一个要约人伸出去的手 可不可以呀 可以的 撤回是什么 撤回是手伸了一半 缩回来了 这叫撤回 对方看见你的手没 对方没看见你的手 也就意味着 对方对你这个手会不会产生信赖 不会的 伸了一半 缩回去了 哎 对方不会产生信赖 看清楚了吧 哎 会不会有 把对方闪一个大跟头的位夹 不会有的 撤销是什么 撤销是要约之手伸出去了没有 已经伸出去了 对方看见了没有 对方已经看见了 然后你又把它缩了回来 看清楚了吧 不是伸了一半 缩回来 而是完全伸出去了以后 缩回来了 这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把对方闪一个大跟头啊 有可能的 看明白了吧 对方看见你的手了以后 满怀热情的扑上来 要握住你的手的时候 你把它怎么样 缩了回来 缩了回来以后 对方闪了一个大跟头 辜负了对方的信赖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不 不允许 因此呢 法律上要约不得撤销的四种情况 他归根道理就是 对方已经满含热情的扑上来 要握你的手了 你就不允许再缩回去了 否则 他会摔一个大跟头的 看到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以后 这个例证 我们来看一下 说 10月10号上午 甲向义发出一封信函说 愿以10万元的价格 买你的A型设备 这是有邀约函 信函发出以后呢 甲反悔 又于10月10号中午 向义发出第二封信函 说 我刚才说的 10万元买你的设备的这个表示 怎么样 作废 这第二封信函 就是个作废函 明白了吧 作废函 闹尽其转弯 刚才讲完 是要约撤回函 还是要约撤销函 回答一言难尽 看什么呢 这第二封信 相对于第一封信 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世界 先到同时到位撤回 后到位撤销 还记得吧 第一 如果第二封信 先于第一封信 到达对方 第二封信 算啥 要约的撤回 问 撤回美 肯定可以撤回 第一封信 这个 作废了 那么再往下 那如果第二封信 后于第一封信 到达对方 问 第二封信算啥 回答 要约的撤销 第二问 要约 第一封信 撤销美 回答 一言难尽 原则上 可以撤销 但有四点例外 这个逻辑 高兴了吧 好 那么 再往下 第五个问题 要约的失效 要约失效 那就意味着 要约 原来是已经 生效了 是有效率的 后来效率怎么样 没了 叫做要约的失效 要约失效 有以下四个原因 很简单 第一受要约人 拒绝要约的通知 到达要约人 什么意思 用咱们的生活 你来体会一下 哎 我跟你说 这个水杯子 十块钱 卖给你要不 听明白了吧 哎 当我说这句话 这句话 生效之后 我要不要受 这句话的约束 要 我要受这句话的约束 什么意思 你如果说可以 我要不要 十块钱卖给你 是必须要卖的 看明白了吧 哎 但是 你给我回寒了 说不要 你既然说不要 这两个字 到达我这里了 十块钱卖给你 这句话 对我的约束 我解脱了没有 解脱了 看明白了吧 我还受不出 一块的约束了 不受了 有感觉了吧 那么再往下 第二 要约依法被撤销 前面讲了吗 对吧 要约一旦被撤销 要约效率消灭 当然是失效了 那老师 要约被撤回 算不算要约失效的时候 回答 当然不算 失效的前提 必须是已经有效率了 然后效率丧失了 撤回的情况下 要约发生过效率吗 要约就没有发生过效率吗 看明白了吧 我们在这个点上 完全可以用失恋的逻辑来讲 一个人失恋了 逻辑前提是什么 他曾经恋爱过 才有失恋的问题 看清楚了吧 如果一个人 从来就没有恋爱过 老天爷 一个从来都没有恋爱过的人 他会失恋吗 他怎么会失恋啊 一个从来都没有恋爱过的人 和一个已经失恋的人 那一个更惨一点啊 好了 这个问题不回答了 对吧 所以说 失效的逻辑 跟失恋的逻辑是一样的 看清楚了吧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三点 就是承诺期限 切满受邀约人没有做出承诺 邀约失效 很好理解吗 我给你发一封信函 我说 等你三天 等你答复 过了三天 你啥答复都没有 我还受不受 我那个邀约的约束了 不受了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 受邀约人 对邀约的内容 做出了实质性的变更 哎 那么我就不再接受 原来邀约的约束了 比如说 我跟你说 水杯子 十块钱卖给你 要不要 哎 你如果给我答复 八块钱我就要 当你给我这样答复的时候 十块钱卖给你 这个 这句话的约束 对我来讲 不复存在了 那就意味着 你说八块钱我就要 我说去死吧 八块钱不卖了 你又赶紧回信 那就十块钱 我还需不需要卖给你了 我不需要了 明白了吧 哎 这个当你说八块钱卖给我的 就要的时候 意味着 你的这个答复是个新要约 明白了吧 既然是个新要约 我可以拒绝 我拒绝了以后 你又说 那我就十块钱来买吧 你又是个新要约 我还可以拒绝 明白了吧 那就意味着 你一旦对我的原来的要约 做出了实质性的变更 我就不再受我原来要约的约束了 好 那这个明确了以后 往下咱们来看 对吧 哎 10月10号 贾向义发出要约说 愿以10万元的价格出卖A型设备 这是个要约函 这个10月15号过了5天 贾收到你的答复 不要 暂停 拒绝没 拒绝了 既然拒绝了 现在贾还受不受这句话 10万块钱卖你这个设备 都约束了 不受了 往下走 10月20号又过了5天 贾又收到了以德第二封信函 说愿意以10万元成交 看明白了没有 回答我 以德这第二封信是一个承诺 还是一个新要约 回答是一个新要约 为什么 很简单吧 贾给一说 10万块卖给你要不 要约 以回信说不要 贾得要约失效 既然贾得要约失效 已经没有要约了 根据那个一环扣一环的逻辑 要约已经不存在了 以又说 10块钱我愿意买 这是什么 这是个新要约了 既然这是个新要约 贾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会分析了吧 哎 那么这个变一下 也是如此吗 你看 10月10号 贾向你发出要约称 10块10万元 出售设备 要不要 10月15号 贾收到以回信说 8万块钱 我就要 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吗 当说 当以说 8万块钱 我就要的时候 贾还受不受 10月10号 那个要约的约数了 不受了 既然不受了 那么 以的这个回信 就是个 对要约内容 实际性变更 是一个新要约 既然是个新要约 贾可以同意 贾也可以不同意 如果贾对 以8万元购买的 这个表示 不同意 又过了五天 贾又收到了 以得第二封信 说 那我就10万块钱买吧 问 以得第二封信 老规矩 是一个承诺 还是一个新要约 依然是一个新要约 因为原来假的承诺 现在已经失效了 会分析了吧 好